宋庆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,鞠躬尽瘁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他的墓园位于上海市西郊,人们称为宋园。一宋美龄市西市传统的墓葬,私人墓室内有祭台,十条凳和长条窗,画着盛开的梅花。 宋庆龄墓碑屏卧,长1.2米,宽0.6米,整个园区内有灵园大道纪念碑,纪念碑有邓小平为纪念碑。 亲笔提写了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、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永垂不朽,金色大肆的碑恩,纪念广场上,一尊高大的汉白与标象,展示了宋庆龄特有的气质和风采,原味松柏密质,显得庄严肃目。 1987年9月30日宋庆龄纪念馆,在宋庆龄陵园正式开馆,当时冠名宋庆龄生平世纪陈列馆,展览听一图片,实物为主,并配以中英文说明,图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,馆内的基本陈列为,1998年改版的宋庆龄生平世纪陈列展。 再看看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墓地位于芬克里夫墓园,宋美龄的归宿本来至少有四处,但她最终选择了美国,宋美龄家族的侍者安葬方式是最新式的,他们在楼上的最高层。 宋美龄选择了三楼最巅上第二间,坐西向东,宋美龄的夫君是蒋介石,统一色调的大力士壁面,素普典牙,刻着侍者的名字,里面是骨灰,墓是左侧上方的墙壁。 以中英文捐刻着蒋介石总统夫人蒋宋美龄以及日期,依宋美龄却不是在普通的墙上,她占据了一个包间,其实宋美龄在这儿并不孤单,她跟姐姐宋矮龄,姐夫空湘西一家隔离而居。